而整期案件离奇的是 这一名涉案的厨师是越南籍来台拘留多年了 而过去呢 他其实是在台北火车站的分店来担任厨师 一直不过近期因为台北火车站的分店进行装修 所以呢 刚好在远东百货的厨师要出国休假 所以他才来代班 可是代班的这几天却搞出了两条人命 我们待您看到呢 在他负责碰任这几天 那么回溯到这些消费者去用餐的时间 3月19号有两起 3月20号呢 确实罕见的无人通报 那么3月21号出现三起 22号有四起 3月23号也有三起 只有20号呢 没有人通报中毒 所以仅仅现在呢 也要持续来追踪在信义店 当天上班的人员相关的颁表 要来厘清这中间到底出现什么样的落差跟差异 还有食材使用的状况 而26号的时候深夜卫生局上门再来稽查 保龄A13的信义店 那当时店里头就只剩下离姓负责人 还有出国回来的周姓厨师了 但是由于现在呢 这一名越南籍的代班厨师 算是非常关键的涉案人 因为所有的病危者 还有这些病亡者所吃的东西 都是经由他的手来烹调的 所以他的证词是否与其他的被告 会出现出入的地方 也是检警要突破的重点 保龄茶室集体食物中毒案 检警约谈关键人物 戴帽子的是越南籍胡姓厨师 多名消费者吃下肚身体不适 有问题的餐点正好都是出自他的手 深夜复讯两个半小时 遭吴宝请回限制出境出海 胡姓男子从头到尾都没回应外界质疑 最后坐上计程车离开 26号凌晨卫生局上门击查 保龄A13信仪店时 现场只有离姓负责人 和一名周姓的正班厨师 不见胡姓男子身影 因为他其实是微风店的员工 发生事情的这段时间 信仪店的周姓厨师出国 直到26号才回来 出国期间都由胡姓男子代班 从19号连上8天都是他负责料理 但第一时间业者联系不上他 警方通知他道案说明 检方担心相关涉案人有逃逆之余 限制出境出海 27号将离姓负责人 胡姓厨师和王姓店长列为被告 检警27号和28号两度开专案会议 分工查访被害人 同时对分店监视其分析 证明胡姓厨师代班期间 陆陆续续有人通报身体不适 但唯独在3月20号这天是没有状况的 因此检警现在要来追查员工的颁表 但根据了解业者并没有提出相关的记录 明明两间分店裹条的货源都来自同一间 但饶河店没事 信仪店却多人中毒 检警怀疑不单纯 要厘清19号到23号的上班颁表 并比对20号当天工作人员的操作方式 看看到底有何不同 保黎案夺走两条人命 家属希望尽速厘清真相 随着胡姓主厨出现还原工作状况 检方不排除再度约谈负责人和店长比对证词 是人为还是意外 其中哪个环节出了差错 要给大众一个交代 TV的宣传外界检议期间上为台北报导 而负责烹饪的月籍厨师呢 虽然是以被告身份无保请回 但是检警已经针对他实施禁款 希望他不会潜逃海外协助留在台湾 来厘清相关的事情了 而且是目前为止呢 其实已经有四名重症 那么其中一位已经出现了脑病变 这是主要的这一次中毒事件的重灾区 北市目前会诊的部分 那外界就好奇了 从17号到25号 也就是出现大规模食物中毒的这个期间 到底保龄经手了多少的消费 目前北市府呢 已经清查包含外送在内 有91笔的消费记录 当中有169份的餐点 都有点到这个炒果条占了三成 而现在呢 其实北市府也频频到这远东百货A13进行击查 而且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在当地的美食街其余的店家也遭受持余之殃 就百货公司的协理表示 近期呢 他们这些餐厅的业绩几乎已经掉了一半 而且同时呢 外界也在观察到这起事件 对于整个百货公司的经营管理 是否还要再加把劲来清查相关的卫生食品条件 别让消费者到店里头反而会吃的不安心 而现在除了胡姓月籍的厨师来接受调查之外 其实周姓厨师也被列入被告的身份 而监禁也要厘清 两个人呢 在交班的期间 这食材的保存是否有确实妥善的处理好 来代办八天却出问题 在第二波约谈中立为被告 25岁的胡姓厨师是越南人 住在台北市南港来台湾已经七年 大学时从越南到台湾读书 毕业后就留着工作 在保龄咖啡 微风北车店担任厨师一年多 3月19号到26号 因为北车店整修到台北新 A13店的保龄茶室帮忙代班 没想到就在这短短八天 发生多人食物中毒 面对文化全程不发抑郁 胡姓厨师在台湾念书时 为了付学费每天打零工 毕业后因为工资比越南还高 留在台湾继续赚钱 一直都从事餐饮行业 接着一年多前到保龄咖啡馆上班 而会帮忙代班 就是因为正职厨师请假 其中一名被告周姓男子 他是这间保龄茶室A13店的 正职厨师 他因为出国请假 才由胡姓厨师来帮忙代班 这名55岁的周姓厨师 是马来西亚人 但已经规划台湾 拿到本国国籍 在新一A13店的保龄茶室 担任专职厨师大约三四年 出现食安问题期间 刚好请假出国 原本在17号要回工作岗位 餐厅却遭勒令停业 现在也被列为被告 周姓厨师下午被被检约谈 遭到刑事局警方送进地检署 只是怎么会出事代班期间 忽然发生食物中毒案件 现在是检警的调查关键 交叉比对两人证词 要从中找出问题来源 TVB 烟熊王靖鲁 你01结束配与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而持续针对这几天的订单 进行抽丝剥剪 我们发现呢 其实绝大部分被通报为 食物中毒的个案当中 都点了这两样产品 炒果条以及滑蛋盒粉 而从17到25号这几天呢 其实卖的数量最多的 集中在21号以及22号 也就是周末假日的期间 但是导致人病亡跟病危的 其实时间是集中在3月21 以及3月19号 而且这中间的过程当中呢 为什么只有3月20号 明明呢 也是卖出了7份的炒果条 可是这一天 没有食物中毒的通报个案 起人移动 这中间呢到底出现什么样的落差 其实这个时间点的颁表 还有整个食材的交接状况 烹调的过程呢 也会是检警调查的重点 但我们实际去询问卫生局 在这中间呢前面的时间 刚好3月20号 为什么就没有个案通报呢 那卫生局也给出了一个解释 他是认为很有可能 每个人的体质不同 可能这一天的消费者 在食用的时候 体质比较特殊或比较强健 因此没有出现通报的个案 一马马整串资料 台北市终于公布保龄茶是 九十一笔消费记录 包含外送内用外带 从三月十七算到三月二十五 九十一笔订单 餐点和饮料共一百六十九份 招牌菜炒果条 就有五十九份占比最高达三成四 再来是三八炒面 二十一份占一成二 招牌炒面十八份占一成 还有华蛋和粉九份 和香兰叶茶七份 这些就是食物中毒者 共同吃过的餐点 但到底有多少人用餐 多少人吃过得请他们主动联系 卫生局只能呼吁 去用餐有症状的人赶紧通报就医 但保龄茶是这九十一笔订单中 三月十七十八有六笔 十九号九笔中有两人十无中毒 二十号十笔 二十一到二十四号 每天有十到十八笔消费 每天各四到六人通报 二十五号是八笔记录扣掉 扩大调查的前后三天 只有二十号这一天没人回报 我想这个原因非常多 那如果是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 应该不要 最好是不要做这样推测了 不过因为每个人本来对于 吃到同样的剂量 他的感受性就会不一样 卫生局强调用餐者体质不同 是否导致食物中毒不能一概而论 目前北市共武力住院 一位三十一岁男子在三种一般病房传来好消息 相关指数指标有好转 但另外三女一男共四人 分别在北一三种马街的家户病房状况都不好 其中一位不止肝肾衰竭还出现脑病变 四位家户病房患者持续有恶化 医疗团队接近一切努力 抢救中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 这几天北市府也积极召集业者开会 希望能够让被害者争取到应得的权益 今天也有最新进度了 我们欢迎我们社会组的记者于雅 于雅晚安 晚安大家晚安 好于雅其实昨天本来大家都非常的忧心 这受害者到底要怎么求偿 因为这经营者的经营状况似乎不佳 连保费都可以漏脚 不过今天似乎有好消息传出 大家似乎可以松一口气 是因为现在事情其实闹得这么大 大家都会想要问说 除了这个来源到底是什么之外 最关心的就是死者 还有受伤的这一些用餐的客人 他们到底要怎么求偿 又要跟谁求偿 不过就发现了 保龄茶室 他们原本跟国泰产险 投保的公共意外责任险 还有产品责任险 早在去年12月的时候 就因为没有保保险就过期了 当时候台北市政府 他们来机查的时候 他们竟然还拿还是拿出这两张保单 来给这个机查人员查核 所以目前这个卫生局 他们也说会针对这点来进行开罚的 好那保单失效了 这些人能拿到赔偿吗 现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这个法务局 他们就有请这个 类似担任大房东的这个角色 也就是原摆A13 还有担任二房东角色 B3大时代广场他们来开会 而大时代广场 他们是投保新安东京海上产险 目前这间产险公司 他们说还要进行内部研议当中 大概在两天之内会回复给台北市政府 不过国泰这边也就是新银A13 他们投保这间公司就有说了 他们说他们根据保单的内容 确认这一次这个保龄茶室的案件 是属于他们的理赔范围的 或许是之前跟这个餐厅 他们在签约的时候 是有讨论到说 如果发生类似的案件 该怎么应对的 那各单位呢 他们就这个保单来看 目前这个理赔金额 应该会有高达4亿元 他们认为说这个4亿元的金额 应该是足够可以理赔给 这一些伤者以及死者的 相关的费用的 所以真的是 百货公司算是富起企业 道义方面的责任 那么至少有一间保险公司 国泰产险愿意概括承受 不同时我们也好奇 我们一一检视这个案情 发现这中间的管理 似乎出了很大的问题 因为据说这代班的厨师 他跟检警说他代班了9天 真的是连续9天上班 非常的辛苦 但是同时他又做出 吃出人命的料理 所以他的证捷是不是至关重要 那么今天呢 包含他在内 还有其他三位涉案人被告 通通都接受了讯问 不晓得检警有掌握到 什么新事证吗 是因为现在除了关键的物证 也就是检体相关之外 人证也很重要 因为现在大家都觉得 蛮有疑问的是 为什么都是这个厨师 他上班的时候 这段时间出事呢 那目前保龄查试案 有四名被告 包含这个离姓的创办人 还有两名厨师以及店长 那刚刚讲到的这个厨师 他原本是这个北车微风店的厨师 那因为北车微风店他们在整修 而且原本的这个周姓厨师 因为他要出国玩 就请这个湖姓厨师来代班 那今天检警他们 问他们的重点就是在于 他们到底是怎么烹饪这个炒果条的 因为像这么连锁大型的这个餐厅 针对他们每一个的餐点 应该都会有烹饪的SOP才对 不至于说两个厨师 他们的烹饪的手法有差太多 那为什么就是只有这个 胡姓厨师在的时候出事呢 那胡姓厨师他也给出一个说法 他说他的确就是按照这个公司 给的SOP来做事的 而且他也提到说 所有的食材的确都是他经手的 但是购买上面 都是这个离姓创办人来负责的 所以他其实对于 为什么会只有他上班的时候出事 他自己也是打一个问号 那我觉得比较关键的就是 这个出国玩的这个厨师 也是被检方列为被告 而且也是同时限制出境出海的原因 就是检方认为说 尽管他出国玩 这一段出事的时间 他不在台湾 但是他也要负起这个上下交接关系 因为这个厨师他也说了 他对于这个来代办的厨师 并没有特别去跟他交说 你的食物该怎么烹煮 他只有跟他交接 有关于食物的保存方式 所以检方就认为说 目前最关键的就是炒果条的保存方式 那是不是你们两个之间交接上有什么问题呢 所以现在这个厨师呢 他也是被列为被告的 嗯所以其实就算他是出国 但是还是不能脱掉相关的干系 因为就像尤雅刚刚说的 这整整体的食材保存交接 是否有确实落实 不让这个食材变质 因而很有可能产生毒素呢 也是仅仅要厘清所有涉案人 他们责任的重点了 而其实我们带观众朋友看到 这是全台湾首度出现了 这米酵菌酸的毒素中毒致死的案件 现在外界也非常的忧心 因为会产生这种毒素的唐昌普伯克氏菌 会不会就此在台湾落地生根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食品管理的规范 是不是也要因为这次案件 出现一些革新 或者是有更积极的鸡茶作为呢 卫福部也表示将会来演你 镇仗来到原版A13大时代美食街 从第一间开始一一询问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实安官 我们是实安官 那还有消防官 保龄茶市风波延烧层面越扩越大 台北市府实安官率领卫生局和法务局 二十九号下午再度回到大时代 来鸡茶 不查保龄茶市 而是针对大时代其他十九家业者鸡茶 毕竟保龄食物中毒事件一出 人心惶惶大时代业绩更是大幅下滑 我们业绩大概这两天掉了一半 可是针对这个事情 我们也会去评估 去检讨我们还有什么地方 可以再更进步 强调针对保单也是事后才知道 保龄茶市并未缴保费 后续会再加强监督 但是反观隔壁百货 下午时段还是人潮不少 只是现在大家都想知道 米酵菌酸从哪里来 也是现在各单位的最大目标 米酵菌酸是必须要有 唐昌蒲伯克氏菌 那才会产生这样的毒素 我们也希望在这个 所谓的保龄的内部 那这个做一些裁剪 看看能不能够培养出这样的细菌 就怕唐昌蒲伯克氏菌落地生根 要尽快找出源头 卫福部次长王毕胜也强调 将会兵分二路来追查 人的部分我们是交给 台大跟农总来处理 物品的部分就由食材署来检验 除了死者的香烟解剖 和住院者检体 也会针对出院返家者 再联系抽检 而物的方面将从食物 和环境来左手 从上到下都不能放过 详细追查 TVBS的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 七点到九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早送